一个除逝去最直接的方子 指导黄龙 将谈食一网打尽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讲 我是如何运用一张方子 将谈食一网打尽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借助一则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前段时间呢 我遇到这样的一位患者 男子是六岁的年龄 已经有高知学症四五年了 一直在用降知悦 那么结果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呀 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几个月呢 还出现了胸闷呀心慌呀 心跳加快的情况 那么只要一平躺到床上 就觉得胸闷的喘不上气来 经朋友介绍呀 转中医治疗 当我给他看诊的时候 发现他的脸上油光光的 说个话都要大喘气 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看了看 发现他的舌头上的太厚腻 颜色发黄 问其他情况呢 发现他平时吃饭的时候 总是觉得没有胃口 稍微吃点东西呀 肚子就觉得胀气 每天还很容易感觉到乏力不想动 那么综合诊断之后呀 诊断他的高脂血症 不过就是 痰湿太重引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这位患者呢 出现了脸上容易出油呀 肢体沉重啊 肚子肥胖啊 这些情况都是典型的 痰湿重的表现 因为在中医看来 痰湿重灼粘腻 阻碍气血的流动 食言一场就形成了高脂血症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之急就是化痰湿了 而说到化痰湿就必须先卡住 生痰湿的源头 那就是脾虚 因为中医看来 脾是生痰之源呀 可以通过运化的能力 来把多余的水湿排出去 脾虚了 水湿就容易在体内积聚 生成痰湿 那么再根据这位患者 肚子大一吃饭 就容易肚子胀气 总觉得肢体沉重啊 那么直到表明脾虚 痰湿重 那么质子应该 里气健脾 化痰为主 于是给他开了苍猪 白猪 陈皮 让他服用了两个疗程之后呢 他反归症状基本减轻 血质高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 其实懂中医的人会发现呢 这个就是苍猪二尘汤的加减方 那么苍猪二尘汤 本身就是去谈厨师的作用 那么由于这个患者总感觉的肚子脏气 没有胃口 所以我在房子上加入了 苏子 胶三肩 白戒子 帮他里气健脾 消失化急 那么这样一来 谈诗除了血质高的情况 自然也就迎人而解了